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老师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番棋还是很精彩的 是 很激烈 因为一个是柯杰当今的世界第一人 还有一个李清成呢 可以说是快棋的小王子吧 对 他之前拿了亚洲杯冠军 去年的亚洲杯冠军 不但是咱们国内的快棋的冠军 还在亚洲杯上击败了李诗诗拿到的冠军 是的 所以他也是凭借亚洲杯冠军 是直升了九段 我们看到年轻的李清成 现在是已经是九段了 所以他的快棋的实力 他以前这个段位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因为实力虽然已经很强了 但是一报道就是李清成二段 经常有一些可能不是对围棋 不是那么了解的人 就是二段怎么还能这么厉害呢 段位这么低是吧 实际上他那时候的实力很强 但是他一直都不去参加段位赛 对 因此他省不上段 结果他拿了亚洲杯的冠军之后 直升九段 所以解决了一个问题 好 我们进入棋局吧 这盘棋是由李清成直黑先行的 李清成是黑系 这个小木 对 然后错小木 这也是现在流行的布局 对 白棋下了一个像小木 对 克杰现在很少下星位 基本上它都是小木 小木或者小木三三 这不是怕人家点三三吗 对 最常的 你说的很对 他之所以不下星位 就是怕人家点三三 因为他自己就喜欢点别人三三 对 他好像特别多 也怕别人点他三三 克杰现在挂了这个 挂脚 这是都很正常 脱退 脱退 现在对于高挂 好像以前还流行过什么 就是你一高挂 它来个一间低加 现在几乎都一边倒了 不动脑筋 你只要一高挂 我就一脱退 对 而且这是快期赛 所以这个布局也没有时间做太多的部署 黑棋这步接也还是有点说到的 在阿尔法构之前的时代 其实是虎的为多 虎为多 黑棋虎一个是吧 对 虎一个 但是现在阿尔法构时代之后 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虎了 为啥呢 虎的话他担心 白棋这边点 点这个是吧 先点一下 看你怎么办 如果你要小肩 我就那边飞回去 就这样下 对 对你这几个子攻击 没错 如果你要布小肩 你要选择二陆立的话 我在这边或者飞或者跳 大跳 小跳 小跳 或者飞起都有 这两个子就视为便宜了 大家后来细细一品 这招还挺好使 接下来黑棋确实是不好办 你吃小了白棋这个子 白棋就不要了 对 你比如说走在这 还有可能靠 就外边逼一个 这个子就不要了 是 有逼啊 有靠之类的 你吃它了它就跑 反正是让你不是那么愉快 对 所以说现在干脆 大家也不虎了 全都是 你脱退我 都接上了是吧 接上你没法点我了吧 你只能跳 接住 白棋跳 所以白棋跳一个 那么上面呢 它就直接就挂到这儿来了 尤其是 小黑挂 由于是白棋的小木嘛 直接挂了 不让白棋有手脚的机会 这个接下来白棋啊 传统的下巴都是要夹进来的 因为你黑棋 这个正常的完成定式 是要拆一个边的 你既然没走定式 那我既然得想办法 对你小小的惩戒吧 所以一般都是三天高家 比如说这样 一般都这么下 但是现在这个 现在的好像这个风向 跟以前的下法都不太一样 现在对于这种也比较看得开 你不走就不走吧 让你拆我也可以高兴 现在白棋实战就飞一个 很平和 飞这个 你要拆就拆吧 因为你拆完我这边挂 对 是个好点 是的 就想到开了都已经 或者说这个视野更开阔 往回飞一个 这也是一个和以往吧 不是和传统下法 不是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以往像这种棋 都是在低拆 比方说黑棋这个拆在这里 拆在这个拆森的这个位置 这 都觉得这样 是一个很美的形状 效率也不错 但是现在的棋 基本上这种低拆已经很少了 大多都是先 能高一路就高一路 比方说上去一路 或者是都走在四路 讲究三路跟四路之间的配合 这种以往看上去 比较正常的招式 现在反正会非常少见 实战的黑棋是飞在这儿了 其实这个棋 按照以往我对这个围棋的理解 我就是说 这个棋当不怕白棋打入 这个看起来空空荡荡的 往这儿是吧 这都拆五了 但是我想现在 如果你要打入的话 黑棋会飞正 把你给飞正 先把你罩进去 把你罩进去 让你在这里边活 你再厉害 你也不可能下个先手活 如果你要落了后手 活在上面 再逼住 这样这个黑棋 早早能出现一排后事 对于以后的作战 是比较有利的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高拆 还有引诱你打入的这个意图 他肯定是不怕你打进来 打进来 他正好在外面 好好的这个设计一下 然后之后再抢占上面的大厂 那反过来说 你既然现在不能打入 那高拆显然也有道理 没错 他虽然拆得很远 但是你觉得 你得打入不合适 现在 其实你像这个逻辑 咱们现在事后看 那是很清楚 也很容易理解 但是当初怎么就没有人这么下 当初都不动脑筋了 就拆个三 就可以 而且我觉得 大飞王老师 是不是对以后黑棋 比如说拖了虎起来 会有一点关系 他就是把这下边 这三个子视为后棋 上面那个黑子 视为薄棋 那他加强那个薄棋 离薄棋更近一点 那也显得合乎逻辑 那接下来呢 白棋就挂过去了 小飞挂 好 这个 后退 等一下 小飞挂 我这个 看来这个手指 摇得不太准 是吧 看看邱老师的 这不是我的问题了 这邱老师也不太准 我们知道 我再试一下 即便是阿拉伯狗 也不会下台点的 这个 还是小飞挂 小飞挂脚 小飞挂脚 是合理的 然后黑棋 挂住他 这是一个好点 这是一个好点 这也是上边 白棋那两颗子的弱点 这种棋呢 一般来讲 都能占着点便宜 所以要有这种棋的机会呢 大家也不要错过 因为这个 白棋这个小飞呢 相对于小尖来说 他往外了一路 往外了一路之后呢 他的骑行 没有那么坚实 但是他的速度啊 还有 以后行骑 往那边会好一些 但是他的弱点 就在于这个 对 这也是一个特点 现在小飞是 明显是要多了 小尖反倒是少了 但是呢 以前呢 这个小尖 应该是日本的 骑圣秀策先下出来的 他下特别多 对 就是他首创 叫做尖石 但是得注意啊 那时候的 纸黑是不贴墓的 所以他下的尖石呢 稳稳的 就能够拿下对方 能赢 但是现在要贴墓 这个小尖是尖石 就像这个小尖的名字一样 尖石 但是速度慢 所以现在这个飞呢 是流行下法 小尖很少尖 但是这个飞的弱点 就是被黑旗逼住 然后白旗 二舰高架 对 大家注意啊 这又是一个高架 这都是这个旗界的 一个风向 现在全都是喜欢走高位 那黑旗自然要跳出来 要不然被人家飞镇 是难受的 这个旗行呢 就我经常见到 就是这种二舰高架 两边高的旗行 就有这么飞的 好像王老师 是吗 是不是觉得被人家 被人家跳刺一下 不舒服呢 还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很怀疑 这是不是女生下的旗 因为这个形状比较好看 造型优美 但其实肯定不太实用 因为这个子对两边 都是使不上劲 不过现在好像不太合适 自己还有一个靠段的味道 你比方说 讲来白旗要三路一尖 小尖这个也是吧 这个胯的毛病就出来了 还不如让人家刺一下 让人家刺一下 其实你也很厚 特别一尖的时候就难受了 所以这个旗呢 一般是跳 就跳吧 或者这么理解吧 就出头用跳 十九八九都不会错的 然后白旗尖顶 白旗尖顶意思是 防止被黑旗二路飞 那个形状 以后被二路白旗 要被要假设被黑旗 二路飞进去 那也是白旗非常难受的 这个形状 就比如说现在 白旗走别的 被人家飞一下 这个形状就有点 被拿住筋了 你接下来走什么呢 脚里也不太容易做活 你这两个子也不能被断开 所以说黑旗 白旗这个三路尖的防守 是必要的 尖的话 黑旗立下去 立下 应该说是还是强调 对白旗这三颗子的 这个攻击吧 但是这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 当初这个大飞 其实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在这个局部 找不到比这个大飞 更合适的位置了 对 他这个头抬高了 然后距离还比较近 所以对于这边的作战 这都会有帮助 对 咱们围棋的基础知识 就是三线利于取控 四线利于作战 所以说要喜欢战斗的朋友 那旗应该多下一些四线的旗 白旗出头 飞出来 这个咱们前面说 这出头咱们一般都用跳 但是你看柯杰 他就为了显示他的力量大 他非得要飞 他不肯跳着走 其实他呢 当然他这个飞的也是因为 他接下来这边有先手 他也不怕冲断 他正好这个跳式先手 对 可以骑在这儿跳一个 这个很有学问 因为我觉得一般的 这像这个 咱们旗友们可能是想着你飞 我就跟着你后面压吧 就贴贴出来 这显得好像是很容易下 是不是 这有看不出也没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 如果这样 就这样就贴贴出来 不也挺好吗 但这个贴完了呢 主要是这种棋 首先给大家 先树立一个概念 像这种 这个跟着 压在人家后边 换句话说 你一走一个压 人家头藏在你前面 这种棋 十九八九都是俗手 咱们说这个 俗手还是应该少下 因为你这样压完之后 白起头藏在你前面 你接下来 烦恼又来了 你压不压呢 如果你要不压 人家把头拐过去 全都摆走 你这三个子都走在里边了 这个拐头相当的有力 而且压的同时 你会发现 白起那个夹的子 那是闪闪发光啊 正好是走在 最合适的地方 对 待会儿这个打入 就变得厉害了 对 你得小心 你看你这压完 各处都不对了 所以说这种棋 还是要慎重 这种棋是俗手 除非你一压 就把别人的头 给压过去了 就像白起这种拐 就是好棋 你走一手 把对方头给压制住了 不能做到这一点 咱们还是别压了 像李清诚那个跳 就显得很柔软 走点别的 有高手的风范 跳一个 在这儿 可节 可节贴 像这一贴跟那贴 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贴 有加强上面两个字的功效 它不是说是 就是帮你走棋 那本来上面那个拆三 一个高一个低的 这明显中间又打入 拆三中间 黑起是可以打入的 是的 白起多了这个字呢 上面就不怕打入了 黑起跳一点 李清诚骑走得很清零 对 李清诚呢 骑是出了名的快 对 他的特点 其实大家都不用知道别的了 就记住一个字就可以 特别快 快 对 邱老师说还特别快 是 这也很准确的形容 因为他的棋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慢棋一天的比赛 上午肯定是可以结束的 你就要配合他 他是绝对的配合你的 你放心 你要愿意上午可以 完全可以结束 无论多长时间 或者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如果你要把这个棋局拖到 让他独秒 那这些不用说 他肯定是形式很不妙 独秒的时候都往往 都是不利的形式 然后柯杰得补脚了吧 白棋在这跳了一下 对 我看这盘棋的时候 我对于柯杰这部跳 是有点小小的意见的 就因为什么 黑棋多了这几个子之后 其实白棋这个子也很轻了 你觉得黑棋这个冲断 不用担心 冲断 可以暂时不是那么担心了 现在担心的是 这白棋整体的一块的死活 要从这个角度了 他是不是先手脚好一点了 先把脚守住 先尖顶 尖顶 如果说长 如果你长 我再跳 再挑一个 接下来我这个三路飞很厉害 你这个也不得不防 这个飞下去有点挡不住 如果你要再补的话 那我们不是又把脚守住了 又把这个子救回来 这两全七美有什么不好的 这个我真是不太懂 不太懂 要有机会 也可以请教一下科技 它是不是有可能会立下来呢 你立下来一样 我就补脚 就补脚 这个飞的烦恼仍然是存在 可能没那么厉害了 但是仍然存在 而且白棋最大的目的 就是把这块鸡处理好了 白棋也没想到 要出你的毛病 没错 他实在单跳呢 当然也有可能是忽略了 李星成的这个好手吧 他实在一单跳 他想着黑棋 可能本手是尖一个 或者并一个 对 或者这儿 或者这儿 比较便宜 这一带 对对 那他可以走到先手 那他就随便了 可以拖先强大上去 但是他没想到李星成是 走了一个 先顶顶住 这样紧紧地顶住你 这个是好手 因为你接下来 你要不长这手 你这俩交换就亏了 你要不走被黑棋糊起来 白棋这俩交换就变成俗手了 所以你尝一个是势在必得 对 你必须尝 然后李星成在脚里一拖 这下的是很妙 三三拖 三三一拖 间接地补这个段 白棋不是喵着冲段吗 我把脚里去延弃 间接地补这个段 然后白棋 把木给揍到了 白棋肯定是想搬 对吧 然后他也立下来 你尝的时候 我再顺便这样一并 但这交换两下 木明显便宜了 而且对白棋的眼 我也有很大的伤害 对啊 这个我们和当初 白棋先坚定脚里 再跳起来 这个变化比 可以看出这个 黑棋的木是多了 白棋的木呢 大幅减少 这个一回合 显然是 黑棋比较便宜 而且黑棋这边的 这个紫孝 是基本上近乎一满分了 你让它随便摆 它也不能比这摆得更好 我们再从整体全局来看 白棋这几个子呢 出在一个被 黑棋给做成这个 夹心面包的这种 一种状态 子效率有点问题 而且黑棋这个病之后 对这边的帮助很大 对啊 将来你这个打入打低的 我觉得多半是不太可能 是 打高的的话 你得考虑一下 是不是赚 而且有可能受到猛烈的攻击 对 这边黑棋这块空的效率很高 这个结果是黑棋得力 然后白棋 白棋挂这个 我这个手指好像不是金手指 一点就歪 挂一个 他挂这个也挺 这个正常的思路的话 一般是不是想着 白棋是不是在这一带星期 是的 所以这种挂呢 应该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要来加工 一般对付挂 不是最厉害的都是加工 他可能等着你来加工 反正加一个吧 加高的或者加低的是吧 我可以往外面再点一点 可能就好了 加工 二间高加 这样 然后他再反加 这起来他走这个好吗 也可能 说不定是 二间低加比较好 电脑让我们摆在这 因为我希望你二间高加 你二间高加配合一下 我就摆个白棋比较好的图 结果他非要走到这里 那我没招了 但是这两个 如果交换的话 白棋是不亏的 可以说是 这是科技的希望 他希望你来加工他 然后他在上面在动手 但李清成 快棋小王子 他这个肯定是 不会那么容易的就中计的 所以李清成也是在 这边飞一个 他飞到这一 是小飞的 对 小飞一个 这个也可以我们看到 流行趋势 大家都想做个吵以后 你别小尖了 一小尖就被人嘲笑了 现在还真是见不到小尖 对 就觉得小尖是不是太慢了 太缓 当然最主要的理由是 AlphaGo从来不小尖 就因为他不小尖 所以我们都在想 为什么不小尖的这个问题 小尖肯定是缓了 因为相对于飞 然后白棋靠 对 出头 搬一个潮 接触 这两个 如果说白棋不做这几个交换 被黑棋唬过去的话 和黑棋这个子呼应上 白棋上面就被封住了 我们知道下棋的时候 特别是在布局阶段 还是轻易别被人把头封住了 对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我觉得就很好理解 就像我们人一样 你要是把你的这个 人都给蒙住 给你弄到一个小黑屋里 你肯定也不愉快 心里不舒服 对 你也喜欢到蓝天白云草地上 阳光明媚的地方去 所以说别轻易被人家封住头 这靠是有出头的作用 刚才这儿有个字 对 这个字不能少 这个字没有的话 被白棋冲断不得了 现在白棋挂了一个 白棋反挂 对 强调一下底下的大肠 对 接下来的一手 这个科技 这个李清成 可以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也可能是因为他前面 下得太顺手了 他实在是压了一个 这其实是一部问题手 那您觉得他应该 现在应该干什么呢 怎么下呢 也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意见 当然也是经过了 这个专业人士的认证 就是经过科捷的认证 所以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介绍给大家的 他认为现在黑棋应该手脚 尖顶 尖顶 这回可以了 看来这好奇是可以 鉴定完 最后守一个 比方飞一个 飞一个 对 这样把脚守住 本手 拾木加活棋 也不能再追求什么了 在这个脚里 李清成实战的用意是什么呢 他是想 这边先压一个 先压 等他长 或者跳 然后我再走 再走 这俩就便宜了 他是不是想得太美好了一点 想得太美了 这旗下的快的人 也有这个问题 就像容易进入自己的这种 一种 想象之中 是吧 对 想象之中 我走这 你走这个 挺美 估计这高新镜还没过去呢 发现 人家怎么没跳 笑成那个样子 人家没跳 笑不成那样 科捷如果跳 那就不是科捷了 他马上下去了一招好奇 坚定 在这 这一下子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棋 对于黑棋 这两步棋 二路飞很厉害 第二招厉害的 就是这个尖顶 这两个是怎么应用呢 就可以说吧 当你要那边黑棋 白棋比较薄的时候 你要选这个尖顶 因为这个尖顶 在攻击黑棋的同时 你还可以加强自身 如果你那边比较厚 你就要飞进去 把它整体上一块攻击 要获取更大的便宜 这一尖顶呢 是厉害在哪呢 黑棋不能长 你黑棋要如果一长 这白棋是啪一扳 这个被断开了 那你黑棋只有在脚里做活 那显然是吃不消 这个肯定不行 你要不长呢 你要退 你要一退 那白棋这个一虎 你把我立 白棋这个子的位置太好了 对 这个局部是个定势 但是呢 这地方应该是黑子拆过来 还对 现在等于 你不知道跑哪去 闲逛了一个 这个被白棋占去了 你现在这几个子 处在被攻击的状况 那太酷了 对 这个白棋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一个结果 这一尖顶之后 也就是说 黑棋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对 不管是长脚 还是往回退 都不太合适 当然因为是快期 这三十秒一步 你恐怕也来不及后悔 等你后悔完之后 可能超时了 赶紧下了 所以说 李星成变招 选的是这个坚定 他期望的是 你如果要一长 他再长三三 他这个长就成立了 那挺合适 搬不下去了 对 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黑棋还挺满意 这个李星成自己 恐怕都不敢相亲 不可能的 下不成这样 这不可能的 你坚定的时候 人家一定是要糊 这个还有比这更大的 对 这一手棋就把这个角 全护住了 至于这个子 其实是比较轻的 因为这时候 白棋下面有个子 如果这边是黑棋拆的 那这个就很壮观了 但是现在该白棋下 这个就是 只是厚实 没目 白棋这颗子 它可长也可气 但是目前 那他觉得可能 如果说长出来 被人家连个压过来 不太好 其实你要长的话 人家压是对你客气了 还没说加进来的事 是吧 人家更凶狠一点 给你 咱们就走这个打入 这个 电脑一直都想下 现在就很合适 这后事全都发挥作用 刚才压过来挺好 正好都发挥作用 中间的后 所以说这个 白棋这个长 肯定是不敢长的 当然白棋主要是没有必要长的 对 白棋下的这个 大飞一个 还是高拆 对 还是高拆 它意思说 你再不走 那我就要长出来了 还是高拆 对于这个控制黑棋 中间的势力 是有很有好处的 然后黑棋点 对 这意思你希望你硬一个 硬一个我就当牵手便宜了 反正我那边那么厚 可以最大限度的这个 请向你 客气也很机敏 客气也马上反击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这个 两个人的交锋 可以说很有意思 但是柯杰还是领先一步 因为柯杰 这个地方先动手 这又是先动手 最后还是回到这先动手 也就是说柯杰现在 还是更主动一些 而且我觉得 他的棋都是下在 因为布局 我们总是想把棋子 下在宽广的地方 现在就剩下这条边最宽了 底下也没有什么 别的大场了 对 然后黑棋 你不走我自然要爬 爬一个 然后它飞住 照住 然后 活脚 这自然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变化 接下来下一步棋 柯杰下得非常好 可以说也是体现了 它这个对棋行 对这个子力效率的 独特的理解 它现在在这里 这个不是说 很容易想到的一步棋 在这搬一个 你越是厚的地方 我越去骚扰你 越来越让难受 越要利用 你要不走 这个被打 那是无法忍受的 所以你得长 对 然后我啪 就在一压 压一个 全都用上了 子力 对 其子之间互相都 特别合适 它那棋的位置 是 是 这个不容易 对 这简直就像魔术一样 突然之间就 哪都好了 对 本来好像 本来就觉得 哪哪都不太对 然后黑棋 他挖一个 那挖 然后这手 你看 它还是先搬的 对 先搬 还保留着 从这吃了变化 黑棋 它也不肯从这尝 它觉得尝 可能 因为上面太厚 太重复 是啊 所以你要 全挨在一起了 你也想走在底下 然后 接上 然后它尝一个 它把这个打了 白棋又获得新手 黑棋都在 二路 然后白棋在 那边一扩张 这个调子呢 甚至 可以说 这个赏心悦目吧 对 要说棋下的 行音流水 我觉得也就是 这种下法了 对 从这开始 啪啪啪啪 一转一转一转 全都走到外边 这块棋 下的这么漂亮 真不容易 我觉得 因为 像这种棋 都需要一些计算 或者说是策划的 而且你不一定 能下成这样 但是它都下成了 挺合适 这白棋下的 下到这儿之后 接下来 这块白棋 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模样 黑棋要请销在哪里 这是一个问题 它肯定是要销的 就看要销在哪里的问题 这个尺度怎么把握 这是这个考验人的水平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继续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 是第八届龙心战 决赛的第二局 由李清成 指黑对阵柯杰 那么刚才 我和王老师 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就是白棋刚刚在这儿 大飞撑了一下 看看黑棋的倾销 要进入在什么位置 现在下边的作战很关键 对 因为是棋盘最宽的地方 他下的是这儿 这是一个位置 倾销的不错的位置 白棋跳 黑棋把这个守住 要不然被下来也挺大的 白棋下一手很关键 这也是这盘棋的一个分水岭 之后 这个柯杰对他的下一手 也是比较后悔的 因为这个时候 是攻击与防守的一个选择 柯杰自知力大吧 选择了攻击 但是最后是没有成功 所以他总结 现在这个白棋应该这样下 靠这个 靠一个他扳 手控 你扳我就长一个 就长 把下面那个控守住 假如说他敢贴的话 是不是就要断了 你再贴我就要断了 那就要断了 那就已经上你一步了 这就不吃 就不能太过分了 吃法酒 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黑棋可能也就是外面走一个 白棋如果把底下这个控守住的话 那从全局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黑棋没什么大控 这都是二路控三路控 实战 柯杰现在这可以说是打了两个僵 对 他打吃了一下 吃了一个 利 利 他这个吃是瞄着这个沾了扳过去 对 黑棋利也是在防守 如果说白棋挡下来 那他这一断 你一吃 我们可以 你再把这两个吃掉 这个就不成利了 你再沾 他正好有个袜 他可以挖了 对 这个利 白棋黑棋这个利是一个防守的好旗 是的 所以柯杰也没敢挡 送到你嘴边 你也不敢吃 你站回来 等一下 接回去 接回来 然后小接 小接 因为这拐是不行的 没错 这就会有个一二路斑 这几个交换呢 柯杰实际上木数不便宜的 因为接下来 黑棋可以拐进去 本来这部拐是不成利的 这个木还不如不走呢 而且这几招打僵之后 他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关键是 他正在上面了 不像这样 其实很想去拐阵他一下 对 特别是 很想这样 善于攻击 自食力大的人 对 但其实这拐阵不见得好 主要是这个局面 你即便黑棋活得再苦 他也没有关系 你厚了你没用 厚了黑棋 跟黑棋刚好抵消 黑棋后事反正有用 是的 该防守的时候就得防守 下来了 要不然即便是柯节 那也是不成的 黑棋这个小飞 白棋飞一个在这 白棋飞 这都是形状 都在走形状 然后黑棋跳 跳一个 白棋底下 自然是不肯给你轻易地做活了 接上 然后他再尖一个 这个尖一个主要是补这个冲段 然后瞄着脚里的缩挂 没错 是的 黑棋拐下来 要不然白棋爬过太舒服了 然后白棋尖 这冲了一下 脚里黑棋是火棋 直接上 做火 五目半火棋吧 然后白棋立 还是不放过这个 但是其实就这一块棋 其实是不好攻的 没错 我们也知道 攻击最厉害的是 缠绕攻击 对方要有三块 那我估计你毕点灵 都能吃一块了 他三块棋 他顾了左 顾不了右 顾了右 也顾不了下面 可能是 但是就一块棋的时候 确实是不好攻的 特别是人家活了就行 外边你什么也占不着便宜 然后黑棋是 黑棋拖了一个 他把这个爬了 爬圆住 圆住 然后顶住 拖一个 是个硬手 在底下看看 能不能做出一只眼来 上面留点借用 也给你跳过 增加点难度 然后他点在这 点了一下 还要着你的一点 小毛病 然后刻意反刺 这就是具有反击意识 其实我们说 这个反击意识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意识 你要老是跟着 对方的这个 屁股后面走 那你肯定是 没什么好处 人家要去东边 你就跟着去东边 那肯定不好 但是反击意识 也得看应用 你要是在错误的地方 反击 那还不如就不反击 这个分寸 确实挺难的 但是总体上 我觉得还是鼓励 大家有反击意识 别对方 吓什么 你就吓什么 对方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就这个就是 他想让你断 你要老老是跟着断 那黑系肯定是便宜了 你也反击要他一下 看看他怎么办 对 像这种相簿 经常性是 走在那里 就是让人家中间 捡回去的 对 我看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 他说你捡回来我就便宜了 然后白旗再挤这个 虽然挤有点难受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把黑旗的眼给破了 对 这就可以理解成 你当初顶的时候 黑旗退了一个 你要不反击的话 你要单退的话 你肯定不是退 你肯定是跳一个 对 眼位更好 对 你退完之后 这又被白旗顶了一下 你的眼位确实是受损了 本来顶肯定是搬在外面 把你搬死的 这个是顶不着的 哪里是顶得着的 这几招科捷下的 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从大局的角度来讲 黑旗只要活了就是成功 对 是的 所以黑旗接下来 他先尖了一下 尖 你要挡住的话 他打吃眼型好 对 然后这底下 有可能一会儿再做出 什么有点眼 然后待会儿这个肠又是先手 黑旗这个小先也是 小巧的手筋 然后再一挖 这个李清成的质孤 水准也是非常的棒 这三下五成二 接下来这要飞出来 这要吃子 基本上就活了 你会发现 就不太好吃了 那现在科学肯定是后悔了 对吧 从这个镇开始 一幕也没走着 这地方走了一堆子 正好和人家抵掉了 对 白旗虎了一个 你甚至可以说 黑旗还为了五目旗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战术一定得服从于战略 你要战略错误了 即便是科学功德很粗测 还有这种反击的手段 最后结果仍然是失败 黑旗冲 它长 然后再把这个吃了 对 这个很得力 对 它只要能活了的话 这活的也不少 四目旗不少见 至少 再加这个甚至五目了 有可能 四目半 对 然后你还不敢吃进来 这也是很痛苦的地方 对 吃进来它肯定反打 吃进来白旗和黑旗反了 吃完再打 对 这样 黑旗这地方有很多劫财 而且最重要的 这截打完之后 白旗整个都没活 你会发现 全体要阵亡 打不起 这也是白旗很痛苦的地方 只有帮人家做活 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节意外地发现 就是白旗很重 你不要以为黑旗很重 白旗本身很重 这个结构 我们即便是 咱们初学为旗的人 也可以看出来 这一气势之凶的一功 怎么人家轻轻松松 就活了五目旗 对 肯定是失败了 白旗搬了一个 搬 长 客家人瞄着 攻击这一块 对 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这也有点不现实 这个龙太长了 咱们说这七长二尺的 五眼自活 白旗小尖 三路小尖 去眼 要攻击先得去眼 是的 还瞄着各种的这种穿刺 对 这个黑旗这个旗形 也不是特别厚 有刺断 所以得防守一下 再挤一下 其这个 然后跟他利 交换 这个利是一个最严厉的去眼手段 这个使得白旗 黑旗这个顶变成后手 是的 而且中间把这个冲断了吧 对 冲断 这也是一种反击意识 如果单纯跑 其实处理黑旗这块很容易 但是那样效率不高 你先把对方断开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断点 这个地方大龙的死活的搜刮等等 你才有可能有便宜可占 没错 然后打吃 打吃 这些是 战上 查了一个 然后现在看这几个字的气也很紧 这个气现在应该是黑旗还是不错的 黑旗的形式 但是当中这一代的厚薄可能会很重要 变得 到底是谁强谁弱 这个可能会决定这后半盘的手术问题 这个其实也得稍稍注意一点 对 你得小心人家 实在急了 它可以藏出来杀你 它还是有杀招了 外边要特别厚成铁 这个黑旗这块没有活干净 没错 它点了一个 这是形状的要点 它先靠了它一下 靠一下 靠一下防黑旗这个冲断 对 它主要是防这边的断点 这种小次序下得都很好 然后贴回来 贴回来 就是先手 然后下一手 这个李清长很不幸 又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这下得快 就是 就容易 双人见 容易随手 是 勺子都还不见得 就容易 现在下随手 就想当然 因为你很 就很正常的以为你冲一个 比如说人家会挡住 但是人家很有可能是不挡的 就是你不挡的变化 你可能就没有 因为你反应太快了 就是这个变化 你可能没想到 人家还没跟上 对 人家挡不挡 还得想想 对 还得想 犹豫一下 你就都想清楚了 它接下来的一步 它是走到这里了 圆了一个 它团了一个 它还没忘记 这块旗还有可能有点小问题 所以它想着 圆一个 你这肯定得不断 你不断 我的外边再连上 它是冲了一个是吗 它这个调子比较好 我看到好像是冲了这个 先冲完再圆 先冲 就是这步棋 我觉得可以称为 是这番棋 李金正的摆招 它应该直接中间连回来 中间自己自首一个 这样 对 直接连回来 其实 我走一个吧 我摆一个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就是这个冲没有 我强调一下 这个白棋实际上 也是杀不掉黑棋 这个龙的 因为这个源是有先生 只要确保着这一代 是黑棋 把白棋断开的状况 这个大龙实际上 没有危险 这招其实不着急了 随时都是黑棋的权利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李金正的形势 是不错的 因为接下来 黑棋这地方 白棋这地方 有点薄围 上面也在被挂 这个地方的骑行 也不是特别乐观 所以总体来说 也好收一些黑棋 对 这样黑棋形势 并没有恶化 但是就是这随手一冲 冲一下 马上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因为这个等于是 战略要紧 交通要道 对 被人家先飞过来了 这个谁先动手 太关键了 这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我们后半盘收的时候 经常是强调这个木树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中央的这个后薄 经常是决定这盘起胜负的关键 但是这个中央就很难下 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握 简单地说吧 就围棋三要素 最重要的要素 第一肯定是死活 可以说对应着我们人的生命 第二个就是后薄 对对对对 对应着我们人的身体 然后才是木树 对应着我们的财富 这个次序不能搞错 是不是 你首先得先保命 对吧 然后再说 这个显然是忽略了 这个后薄的问题 白旗一飞过来之后 黑旗这个龙就出现问题了 对 黑旗现在得自己 得赶紧活命 对 现在不活命 再被人家跳一个都快死了 就快起来 这个白旗肯定是先冲断 先刺了一下 先把这个 然后再挡回去 这是先手 刺了一下团柱 然后它在这儿还压一下 这是考验你一下 对这看你怎么补 你是沾还是不沾 如果你要虎的话呢 这有个断了 这就有断点了 对 有断点之后 上面和下面的后薄 可能会有点出入 它可能补齐的时候 它就要考虑是团在这儿 还是狗在这儿 因为狗在这儿 你底下渡不过 对 这有关系 先手 是 所以白旗考虑了一下之后 还是贴回来了 在这儿 对 但是这部棋呢 当然现在来讲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从这个 白旗已经这儿 有占了便宜的角度 白旗其实简单的接住 形式已经很好 接住就算了 对 这部贴是 也有可能是凶狠过度了 黑旗跳了一个 跳 白旗先挤打了一下 挤打 接上 然后跨断了 对 这时候显然是 不会放过你的 这边先打了个姜 对 然后冲了一个 他要把这个字连回来 要不然被冲了 你要不走 白旗冲了 白旗自身是有死活问题 对对 是的 如果一沾的话 现在 你现在这块黑旗本身活不了 现在我们看 整块黑旗不活 对 有死活问题 它靠 一块 挡住 断一个 打吃 然后现在团了一个吧 白旗冲了一下 挡 然后把这个 撞回来 是 这个黑旗如果 非要冲断打结的话 这个得小心 对 你要冲 提了之后 这个地方一铺完就全都漏了 对 是这样的 这个不行 黑旗还是会冲这个吧 对 没错 黑旗现在只能先补这 黑旗现在冲了一个 沾上 然后这个地方就有冲断了 沾上 所以白旗得回补一个 在这 现在的问题还是黑旗这块被断开 对 对 就是这个问题 看着 已经马上就要 就要枪了 嗯 黑旗把这个挖断了 挖 断 这就是骑冲断住声嘛 先把你断开吧 然后把这个也打掉了 嗯 沾上 现在可以说这个旗 白旗是胜利在望吧 对 要把黑旗吃了 那就可以直接投了 对 按照正常情况 应该好像 所以很快就会结束 当时我们在旁边看的人 也是持这种观点 以为快要结束了 结果发现 但是这个围旗真是 是圆的 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 我们从现在来看 是做梦都想不到 对 根本就想不出来 后面会发生什么样 后面会杀 会变成什么样 就可以说 所有的死旗都变成 活旗了 你完全想不出来 活旗都又变成死旗了 黑空变白空 各种的沧桑的变化 现在黑旗先搬了一下 这有点就是说 就准备那个 准备叫枪的意思 准备给你拼命了 因为这个旗旗本身活不了 对 现在本身这黑旗是想着一挖 如果说黑旗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 假如说打吃 一个漏包还能给你杀杀气 对吧 但可惜了 这个白旗不是这样下的 它拐一个 这一挖 可以给你杀杀气 对 你挖的时候呢 白旗是可以往下冲的 对 白旗是可以反击的 你要一挖的话 它可以冲下去 可以往这冲下去 接上我就 接上我就再冲 往下冲 你接它再往下冲 你沾 它这一粒 这个杀气 白旗是不够的 黑旗是不够的 这个主要是 你这个转换完全不成比例 你为了活这块旗 你损失了大片的木树 简直是 黑空变白空 所以说上边它动不了了 对 李星成就跑到这边来折腾 其实 你能想象吗 是吓成这样的时候 它不应 这边来折腾 它打入 打入 然后靠 靠 顶 我断了 是断了 就是说实在 这个地方 它顶这个 其实客截是有点小无算的 它可以断 它应该断 我们给大家演示 这地方白旗有个很妙的手段 它之所以不断 是担心这样 以为一断的时候 黑旗一吃 打吃 这样你只有这样吃的话 这是个结 那这个白旗显然是不行的 黑旗那边无数节菜 白旗太重了 它以为这样是不行 但是实际上 这时候黑旗吃的时候 就现在 白旗有个妙手 白旗可以先跑 它可以尝一个 这个真是不容易想到 这是冷手 等你吃的时候 我再这样恰吃 再打吃 那不就过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就消失了 诶 都过了 没结了 现在变成叫吃了 非常合适 妙手 那黑旗被逼无奈 只能挖这个 然后那这席就交代了 那下成这样 其实已经可以投了了 这个黑旗想着 我这个倒在妙手之下 也不冤 是的 但非常遗憾 没下 即便是柯节 也没看到 这个绝妙的手段 他实在 确实不容易想到 这个跑了 选择了这个双 对 这一双 这个局势马上就 风云在起 接下来这个各种的大戏 冲断 它不是冲的 它先虎 对 扳一个 我想想这个次序是这样的 扳 挡住 然后挤打 接上 它尖 挤一个 提掉 就在这儿形成了一个结 虽然这样打结了 所以说这个结 也是黑旗 是无比的勉强 特别撑 即便不走 黑旗 白旗 这个黑旗 也不是很好杀 是的 还不用说白旗 无数的本身结 但是毕竟出结了 这个要逆转 要扳回局势 打结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没错 即便两位高手 也不例外 这结一出就热闹了 现在这个 黑旗下面呢 就开始什么都不管了 损结也不怕 白旗先把这个顶了一下 然后再提结 损结都不怕 那就没什么好谈 没什么好谈 就这样下吧 直接就下 就直接 结住 然后它立下来 先把这个做活 然后再提结 但是呢 这个时候啊 就从一般的职业棋手的这种 感觉里边 仍然是白旗好 对 觉得白旗好下很多 因为这边已经损上30目 这边还打一个 这个 莫名其妙的结 所以说 所以说仍然是 没有说白旗会意识到危机 但实际上呢 这个旗 已经好像 悄悄地被逆转了 对 已经实战那儿 其实客观而论 是已经是 黑旗 胜利在望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两个人 在实战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 这一半边啊 这可以不要 竟然可以弃 全部不要 可以弃死 这个嗅觉一般是没有的 是的 当初是黑旗的一块20多目的空 怎么可以全被白旗吃光呢 对啊 我们来看一看 他接了一下 交换 接 然后 找本身接 我们可以看到 接好像本身 也不是什么好奇 无数 无数本身接 然后呢 黑旗接那个 黑旗接了一下 然后白旗跳了一个 先把这个底下都给收掉了 再拐回去 应该是爬的吧 对 它是爬的 爬的交换 它接的时候 是这样的 我这个次序把它摆好了 黑旗接的时候 白旗是单爬的 然后黑旗提节 这个 提节 然后白旗把那个 等一下 这个不能着急 我们下旗不能着急 白旗也不能着急 越急越摆不好 提一个 然后现在白旗走的这个 然后黑旗沾上 黑旗沾 煎回去 这个旗的 这个胜负的 就是在 就是关键精彩的一刻 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然后白旗拐 拐这个 是吧 就是这一刻 我们正常的人感觉 这一块的价值多少膜 一时二时三时 太大了 没有能弃掉的感觉 这总是要先做火吧 想着 但是实际上 这时候 它可以 如果说黑旗消洁 我们就研究了一下 如果说黑旗消洁 让白旗去杀这个 看样子 好像这个五十目没了 冲一个 是很痛的 但实际上 黑旗这地方 还暗藏着 能找回来的 一点的手段 你比方说 我挡住 你扳 之后我这地方一冲断 它之前就是冲断 先冲断一下 先冲断一下 比如说 它下成这样 之后产生这个断点的时候 我这个挡 就是先手了 挡一个先手 可以起 是吧 现在挡一个先手 要不然它爬过来 对 它要硬一个 你得补一个 然后当这地方 再一长的时候 黑旗 你不能粘了 如果你要粘这杯一点 先手灭眼 底下一扳 大浪死了 所以只能做活 然后我把这个尾巴吃下来 等于说这个吃了 这个本身是没那个大 然后这个吃了 但是再加上这个 黑旗就赚了 确实 如果这样下收完关 赢了 黑旗大概是 排面九幕的样子 这么戏剧 这样的大 在实战的时候 两个人都没有这个感觉 你这肯定必须硬 这三十秒肯定判断不清 哪里那么坏 后来我特地试了一下 就是我在三十秒之内 数双方的木 确实数不过来 这肯定来不及 对 这一个子 就是二三十个子 一数 一秒钟数一个数也不够 对 确实数不过来 就是跟着感觉 这就是可以说是这个 职业棋手的一个盲点 黑旗现在冲断 所以黑旗在这地方 哎呀 你得是结 我得硬 然后白旗提结 然后客旗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拿这当劫财 对 最后那地方全都成劫财了 等于是 可以去尝一个找旗 可以说这接下来的这些不往 啥时候 只要李清成有弃掉 那五十木大龙的感觉 他这半旗就赢了 但是问题在于 他没有这种概念 而且客旗也很理所当然的 当劫财走 实际上客旗不找那的劫财 找这的劫财 他也不见得差 不见得不行 现在该黑旗找劫 是吧 对 我看他找了哪一代的结 他断了一下 这一代呢 后面他们找结找的还是很多的 反正是打来打去吧 就可以这么说了 打来打去 在这里 那地方全都被柯杰给骗了 李清成太善良了 太信任柯杰了 以为柯杰走得起都是好奇 以为他都是对的 以为他都是对的 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充 挡住 我提我就不摆了 他提过来 然后盖黑旗找结 他冲了一个 最主要的是 这个黑旗什么时候 那个结都其实可以不硬的 不硬的就拿下 冲了沾上 思维的惯性害人 然后白旗又搬了一个 对啊 这个确实很意外 可结一贯 现在盖黑旗找结 老好人的形象 实际上也会玩空城剂 然后又冲了一下 这冲完了 黑旗立了一个 黑旗这还都是损结 对 这个立完了之后 白旗这儿全都是结材 结材特别多 这个时候可以说 已经这个结是打不过了 接下来这结材太多了 那地方结都找完了 对 最后就是说 这个结是白旗打赢了 白旗免费打赢 白旗全部 最后还大获全胜 最后柯杰 把这结打赢 大获全胜 那么柯杰 凭借这个结的胜利 也同时2比0 战胜了李清城 最后是夺得了 这个龙兴战的冠军 这也是他个人的 会计赛的第三个的冠军了 应该说 这个虽然说一片乱战 但总体来说 还是柯杰发挥的 比较出色一点 虽然说最后 两个人都没有发现 这块其实可以弃掉的 对于会计来说 这确实有难度 好 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